这一头水牛和同伴走散了 趁它不注意 一只狮子直接就跳到了它的背上 感到疼痛的水牛瞬间倒在了地上 开始拼命地甩动身体想要挣扎 身后的狮子不给它任何机会 很快水牛就呈现出四角朝天的模样 另外一只狮子看到这样的情况 一开始来攻击这一头水牛 在这种凶多吉少的情况下 水牛能否成功逃脱 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拓展知识点 搜索一下熊士捕杀水牛试一试 水牛估计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想出来寻找食物 没想到却被狮子给盯上了 在草原上狮子非常喜欢捕捉水牛 因为水牛的体型非常的庞大 如果说水牛的数量比较多 那么狮子不会贸然发起进攻 但今天这一只水牛就非常的倒霉 它与大部队走散了 母狮子咬住水牛的腿部之后 水牛非常的难受 熊狮则一直咬住水牛的喉咙 因为这样能够让水牛更快的窒息 现在的水牛非常的难受 它想要挣扎都没有办法挣扎了 这时候的它因为呼吸不畅 它的舌头都搭拉了出来 就在水牛非常绝望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令它更绝望的事情 那就是在它的旁边 又走来了几头狮子 水牛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知道今天的自己想要活着离开这里 可能性非常的小 水牛不停地发出哀嚎 似乎是希望这一群狮子能够放过自己 但已经被食物诱惑住了的狮子 是完全不可能离开的 这时候有几头狮子竟然直接离开了 只剩下一头咬住水牛脖子的狮子 因为这一群狮子都想要这一只狮子把水牛给杀死 然后自己坐收渔翁之力 水牛看到这样的情况 似乎又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它开始拼命地挣扎 虽然说前面的这一头狮子看到自己的同伴离开 它也是非常生气的 但为了今天能够让自己填饱肚子 它并没有选择离开 还是一直咬住这一头水牛的脖子 因为自己有机会逃生的水牛继续面临被锁活的事实 穷狮一直没有松口 也导致它的挣扎幅度变得越来越小 呼吸的也越来越孱弱 狮子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敢松开嘴巴 它非常害怕这一只水牛是假死 如果是假死的话 说不准会给自己一个措手不挤 其实在水牛的不远处也有自己的同伴 但这一些同伴看到水牛被狮子擒拿 它们压根就不敢靠近 很快水牛的舌头就堵了出来 最后直接就没动静了 看来今天这一只狮子能够大饱口服了 你认为这一头水牛可怜吗 欢迎评论去留言讨论 关注我 更多精彩内容下期见